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過去一個星期 都講了很多關於美國總統大選 以及後續選舉的消息 心情都很沉重 這一節就講一些相對輕鬆的話題 著名的愛國藍絲藝人楊千華 他的跨年演唱會門票最近公開發售 不過在網上很多原本是他忠實歌迷的黃絲 聲稱要罷體 而且要杯葛他的演唱會 故此他演唱會門票的銷售情況 都相當慘淡 而且還可以用掣銷來形容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楊千華這一趟的跨年演唱會門票 那個檔期又不是說差的 他就從1月23日至1月1日公演錄場 當中有些空檔日子 可能就預算是加場用的 不過現在看法都不用加場了 因為原本的票都賣不完 而且根據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他演唱會的門票 就連黃牛黨都不追 竟然間就沒有人不斷地 輪椅子去排隊購買 官乎他的六場演唱會當中 除了跨年那一場是12月31日 是稍為有些人氣之外 其餘的場次 所有價格的門票 都可以輕鬆地買到四張或以上 而且根據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規定 今次的演唱會就只是出售一半座位 但仍然是餘下了大量的空檔 未曾出售 可以說是創下了近年演唱會 最滯銷的紀錄 楊千華今次可以說是求人得人 為什麼這樣說呢 為什麼他的長期黃絲歌迷會離棄他呢 當然就是跟他的政治取態有關 在去年的8月中 他的唱片公司就幫他發表了一份嚴正聲明 當中就提及到 楊千華女士一直都心愛中國 心愛香港 敬請各大平台及用戶 停止傳播有關對楊千華女士的不實言論 本公司將會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權利 以正時停 這篇聲明發表了以後 其實在網上引來非常大的迴響 他有很多黃絲的歌迷看完了 就決定鐵下心牆離棄他 究竟是什麼原因 大家就心知肚明了 除此之外 在去年的12月 楊千華促席了澳門回歸慶典的活動 在這個慶典的後期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就上了去那個舞台上 跟歌聲握手 其中一個就是楊千華 他當時站在第一排 他在握手的時候 微微彎身 向總書記鞠躬 表示恭敬 這一幕馬上就被一些網民截圖 然後就在網絡上封存 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他在香港的歌迷數量 就相信是進一步下跌了 而去到今年的中秋節之前 他很壞不壞 專程買了一盒美心月餅 是送給阿姐汪明傳的 他送還送 你去藍店光顧 零給人知就莫給人見 誰不知阿姐就厲害了 其他人每個送貴價月餅給他 他都打卡 你楊千華送一盒美心月餅 他就打卡出來 多謝千華 等同於是變相送他一程 因為本身他去買美心月餅 又沒人知道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 美心是著名的藍店 實情就算是吃美心月餅 如果他在家裡收起來 不是這麼高調 他又拿出來打卡 招搖過市 得鬼閒有人理你嗎 對不對 現在阿姐幫你打卡 變相幫你送一程 搞到在網上有很多的問候 所以就算楊千華在十月中的時候 提到他在這場跨年show的歌酬 會全數捐出也好 又說到這次演唱會 其實是為了紀念他入行25周年 他的門票仍然是制銷的 但是我相信 楊千華應該都要預計到這個結局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在他這一連串的行為當中 其實背後就反映得到他的思維模式 就是他在人民幣和香港人之間 作出了一個明智的抉擇 就是選擇賣銷 尤其是當他取悅大陸的時候 他應該都會理解得到 香港那些藍絲普遍來講 都是口爽何包立的 如果不是他們一早搞了一個藍色經濟圈出來 你又不見那些著名的藍店 是賺到盆滿缽滿 又不見是很多人去排隊 比如說那個什麼空姐牛肉 或者是楊明那間燉湯 當然有兩三天 他說不知什麼送QPON就很多人去 但是一沒有東西送 就不能夠持久了 那因為那些藍絲口頭上 說我支持你 支持你 那容不容易 這些就沒有什麼機會成本 但是說要花時間去排隊 甚至乎要真金白銀出來支持的時候 你就很依靠那個信念 這幫人為他又孤寒 又口爽何包立 你說如果在香港依靠這幫人來支持你 那當然可以 當然他可以回大陸開他的巡迴演唱會 不過在目前這個舞廢大流行的期間 似乎遙遙無期了 其實這件事也反映得到 一個人就是由劍入奢義 由奢入劍難的 人永遠是這樣 這樣回不了頭的 楊千華也是一樣的 以前初初出道的時候 在華星唱片 聚焦了在本港市場那裡 你說他是不是完全賺不到錢 賺不到錢呢 絕對不會說是有這樣的情況 一樣是賺到盆滿撥滿的 一樣有開演唱會 滿座的 但是當他打倒進去大陸的市場 有這麼龐大的人口支撐的消費的時候 慢慢肥到脈都穿不到 人是最忌有比較的 當你對比得到 原來在兩個市場裡面 所賺到的錢是有這麼大區別 這麼大落差的時候 誰人都懂得來取捨和抉擇 不但只是楊千華 就算很多香港的藝人 歌星一樣是有一個抉擇 就是選擇了賺人民幣 所以既然他有這樣的抉擇的時候 就不要怪香港有些黃絲的死忠光埋離棄他 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常常說的 藍絲都是要喝水私圓 東江水是要付錢的 就不知私什麼圓 但是你這些在香港發職的人 歌星也好 藝人也好 就真真正正是要喝水私圓 因為沒有人買你的門票 你根本上做不到今天這個地位 這句話應該是回贈給這幫人 就最適合 好了 接著再講一下大陸的廣電總局 他們近日出了一張通告 再次提出要堅決防止追星炒星 高價片酬 過度娛樂化等等的不良傾向 而且在這個文章當中更加提及到 說要嚴格控制明星們的片酬 要求他們要有社會責任心和使命感 甚至乎要以零片酬去參與公益性的節目 當然這個對於那些在大陸 搵食那些香港歌星明星來講 就很大劑 現在就說叫你參與公益性的節目 希望你零片酬 一旦打開了這個缺口以後 究竟會不會將來在其他的節目 都是有類似的安排呢 或者只是有一個象徵式的報酬呢 就很難說了 我們之前都有分析過這個娛樂圈 或者是演藝界的現象 在過去的十多二十年 有很多香港的台前幕後的藝員 或者是工作人員 就回到大陸那裡搵食 掘金賺人民幣 好了 當你香港的電影業 或者是電視業 整個產業被淘空了以後 事實上是淘空了 你都沒有港產片 沒有什麼純港產片 就算有 一年十隻手指都數得了 以往是說 以三位數字來計算 差不多每一天都有新片上 現在是慘淡到一個什麼現象呢 當然 跟大陸的因素是很有關係 因為就以重金禮聘了很多人回去 但是 當大陸的演藝事業都開始不行的時候 這一群在大陸工作的香港藝員 明星、歌星 其實就變了一個屌屌的情況 他想回頭又不行的 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 就為了博表現 爭取工作機會 就不停向大陸方面表忠 又說自己做護旗手 又說要舉國旗 這樣那樣 其實就令到有部分的 香港市民 就不太喜歡 好了 而且香港本身的演藝事業 由於是淘空了的情況下 根本上就沒有這樣的工作機會 每天都可以供應給這些人 所以他就被迫留在大陸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那些演藝界 那當然 無論是零片酬也好 或者是割韭菜也好 或者是什麼情況也好 完全是這些人有份 參與而造成的 所以不需要可憐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